从玄关进门 左手边这个墙面 会一路延伸到这个客厅来 它的墙面真的是很长 不过我发现你可能就是用了两种的材质 就让它做了区隔 对 那在电视墙的部分呢 最主要呈现的部分就是增加它的延展性 所以会一直延展到餐厅的部分 而且把客厅跟餐厅做一个串沿 那在这一个空间当中 我采用的是进口的一个食材纹理的砖 这是砖 对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进口食材的部分呢 因为要做兑花的一个效果 所以它的耗材上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Eric 我在猜像这么大片面积的电视主墙 如果你真的要用那个大理食材来兑兑花的话 它耗材的量应该是我现在看到的再多两三倍吧 对 所以我用这个进口食材纹理的一个大面的砖呢 它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可以展现它的大气 而且也可以让它的接缝点能够更少 对啊 那个缝会少一些 对 在空间当中呢 我不喜欢用太多复杂的元素 尤其我们这个房型的格局里面呢 它是开放式的厨房跟开放式的一个餐厅 所以我把木质的元素把它带到电视台的部分来 那最主要它还有另外一个效果就是因为冰冷的瓷砖感呢 可以透过木质的感觉来做一个淡化 会不可以balance回来 对 对 对 好 背墙的部分也是同一块材质的吗 对 在背墙的部分呢 也是沿用电视台同样的材质 那只是在背墙的部分我利用线条的感觉 把整个屋高再尽量做一个延伸性的感觉 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前后呼应的感觉 走道的这个部分其实有一些玄机常态当中 那个Eric告诉大家 因为你不讲可能别人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空间 OK 因为走道毕竟还是比较狭窄 那我希望透过镜面的效果能够把它放大 那如果单纯只是用镜面画又显得有点单调 因此我用一个画框的感觉 然后搭配镜面线条的一个切割 那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厕所门 它是厕所的门嘛 对 所以我说要你来告诉大家的部分在这里 对 像这个这么漂亮 用画框的方式来呈现的厕所门 我刚进去了之后找不到它的锁 因为它的锁应该是蛮新型的一个设计 对 它是一个按压式的锁 那这个锁只要按压下去的话 它就形成一个卡榫可以把门卡住 对 它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它在外面 如果说万一有人在使用厕所 是有紧急试过的话 在外面也可以把它打开 OK 这是一般卡索门比较没有的功能 好 我们把它关起来 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画框跟镜面 然后用这样线条的搭配 会让厕所的门有另外一种美感出来 对 没错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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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